今天清晨在臺中離出住宅大樓 發生死亡火警 該做了解起火點是位在大樓的八樓 屋內住著一家四口 那麼當時女屋主逃生 就立刻通報救援 等到消防人逗場之後 隨即又在冷氣窗臺 救出屋主的兒子 不幸的是等到這火勢撲滅之後 消防隊員巡視火場 卻是在浴室裡頭 發現了一對婦女 當時兩個人都沒了生命跡象 緊急送醫還是宣告不治 熟熟烈火從八樓窗戶竄出 濃煙不斷蔓延 屋內早就成了一片活害 裡頭住著一家四口 媽媽第一時間順利逃生 兒子在窗戶求救 之後順利被雲梯車救了下來 宋醫師臉上全是黑煙 吸入性肺灼傷 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但他的爸爸和妹妹可就沒這麼幸運 五十四歲的游姓屋主本來已經逃出火場 為了要救十歲的女兒 兩個人受困在廁所裡頭 被發現時已經歐卡 送醫搶救 仍宣告不治 烈火無情竄燒 現場濃煙密布 十樓窗戶還有兩位住戶 不停揮五毛巾向外求救 雲梯車上前將兩位受困的民眾救下 邱姓男子被救下時 整個人攤坐在護欄上 而一旁他的太太中姓女子送醫插館觀察中 兩死三傷火警就發生在七號凌晨一點多 臺中市西屯區福瑞街 這處十六層樓的集合式住宅 八樓因為不明原因起火 奪走婦女倆的性命 一家四口留下媽媽 還有十三歲的兒子 火調科人員事後也來到現場 要釐清起火點和起火原因 記者高於林波聰 台中報導